大家好 那今天新增190例的中重症的個案 集中中症是108例 重症82例 另外有90例的死亡個案 等一下再跟大家補充說明 那目前的輕症無症狀的比例 還是在99.71% 90位的確診死亡的個案裡面 86位有慢性疾病 那67位是沒有接種過3劑疫苗 其中有44位沒有打過任何一劑的疫苗 年齡超過80歲的有52位 那在這90位的死亡個案當中 年齡是從90多歲到40多歲 那這40多歲的比較年輕的2位 1位是有心血管的慢性病史 另外1位是沒有慢性病史 那2位都是在染疫之後出現肺炎 跟這個呼吸衰竭或心肺衰竭的一個情形 那特別跟大家在口頭補充的是 我們有新增一例兒童重症 這個屬於孝吼症的一個個案 這是一個1歲的男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那是在5月18號開始有發燒 38度 當時有輕微的咳嗽 家長帶到急診這邊 經過檢驗確診是新冠COVID-19 那因為活力還不錯的關係 那醫組是讓他可以返家 他繼續吃藥觀察 那5月19號開始有出現咳嗽 那咳嗽跟呼吸的時候 也有合併這種雜音 那有呼吸喘的一個情形 那到急診 隔日到5月10號的時候 回再度回到急診 這時候是因為氧劑濃度 就有一個偏低的狀況 血氧濃度測起來只有70% 那照了X光 並沒有發現有肺炎 不過因為整個這個病程 以及他有這個呼吸 有雜音 是屬於這種像狗肺聲 這樣子的一個病症 所以是診斷為孝吼症 那這孝吼症 因為已經到這個 嚴重缺氧的一個情形 所以有緊急插管 接呼吸器 然後入住 這個家戶病房 那也在家戶病房當中 使用瑞德西韋跟類固醇 的藥物來治療 那治療過程 很快 那在這個病況好轉之後 在5月25號 就順利的把管移除呼吸器 改用這個高流量的氧氣鼻管 那這個在5月28號的時候 也順利的康復出院 所以總共住院的天數是8天 從20號到28號 所以這是我們今年這個本土疫情以來 第二例這個兒童染疫之後 有合併孝吼的這個個案 這兩例的個案 年齡分別是小於1歲跟1歲 以後都是屬於這個耗發 孝吼的這個年齡層 一般來講是6個月到3歲 中間是染疫之後容易出現孝吼的 一個情形 那這兩例好消息是都已經順利的 康復出院 我們先前有公佈過的一例 孝吼的個案 在5月22號的時候也已經康復出院 累計到現在我們本土的12歲以下 兒童的重症個案是總共26例 其中14例是腦炎 6例是肺炎 2例是敗血症 那2例的孝吼就是今年有新增的這一位 那2例孝吼的小朋友都已經順利的康復出院了 另外有一例是有供病腦腫瘤 另外有一例是在家中死亡 金髮一相驗為新冠肺炎 所以目前 這個重症的個案有增加1位 不過今天並沒有新增任何兒童死亡的 一個病例